连续几个小时的滂沱大雨 八珠八峡部分地区淹大水 逢雨必淹的永章小学也一片汪洋 湍洁的水流连钢门都冲倒了 还好当天没上课 否则不堪设想 校长担心影响上课 清理校园刻不容缓 第一个想到的救兵 就是五年前曾来挹注水灾后清理的慈激之工 为校长 他讲水还没有退之前 水已经退了 在试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清干净 不然等下因为干的时候就很难清理 虽然交通瘫痪又是下班时间 志工还是想尽办法赶过来 从家里来啊 做完房事就回家 这家换这个裤子就来了 到我洗肾 一点不愉多 连当天洗肾的志工黄敬兴 也赶来尽一份力 当水扫出去 倒在地上的椅子也先用积水冲掉泥巴 住在附近的家长和学校董事也赶来帮忙 我们现在清理了室堂 两个室堂 宇宙馆 礼堂 从晚上七点到十点半 三十六名志工协助清理了十一间教室和走廊 校方接手后续清洁 可以说是省了一半事 让学生尽早恢复上课 但新闻真正的志工余秀娟 周昌俊 林一鸣 马来西亚报道